先介紹舊版的 舊版的就是這個盒 即是後面這兩個 尺寸就是這樣的 我隨便拿一個 新版就是這個盒 尺寸就是這樣 兩隻的尺寸的分別 好像是相差一半 大的有10g 小的有4.6g 差不多相差一半 舊版我們現在先試一下 這個顏色是 這個顏色是 Radian Light 看起來會比較膚色一點 我本身手腳腳是比較 medium skin tone 可以給大家一個 那我試在第一條顏色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到 是橙橙的 有閃粉的 有珠光 對 但如果你 閃開它 其實又 不會說很厲害 另外這個顏色是 Luminous Light 它會比較 比剛才那個 會比較白一點 寫在旁邊 舊版其實我這裡還有兩個顏色 根據這個盒寫 這一邊 是Dim Light 這一邊 是Diffused Light OK 我們試了Dim Light 先 Dim Light 會比剛才那個 Radiant Light 會深一點 但是 又 沒有Radiant Light 那個 那麼古銅 看 好 這個 寫第三格 Dim Light Dim Light 是沒有Glitter 的 如果你想知道 它跟剛才的兩個 有什麼分別的話 它就是有輕微 好像珠光的感覺 但如果本身 你皮膚比較白的話 我想它未必做到 highlight了 或者下一個顏色 你會覺得好一點 嗯 皮膚白的朋友 可能這個顏色 會比較好一點 這個是Diffused Light 如果你要我仔細說 它們四個顏色 究竟有什麼分別呢 我會覺得 其實中間那兩個 挺像的 但是 嗯 這個 真的這個顏色 我都有點亂 Luminous Light 這個 會有一種 白的珠光 在裡面 但是它的 底層其實 有一點點 好像 Pink 嗯 膚色 但是Pink 一些 對 這個有白的珠光 那這個純粹 第一個 Radiant Light 是會 像是Bronzer 但是有珠光 可以做highlight 加Bronzer 那這個呢 就會真的適合 比較白的皮膚 Diffused Light 我們現在馬上試試 現在新出 那兩個 它出了四種顏色 新的那兩個 我買了兩種顏色 那一種呢 就是這個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到 Incandescent Stroke Light 這個會是偏一個 橙粉紅的顏色 另外一個買的顏色 這個可能看清楚一點點 啊 好多 這個顏色 這個也是一個 比較古董的顏色 就是四種之間 另外兩個沒有買的 就是一個偏金黃一點點的 這個呢 很多人都說是這個 這個 palette 裡面 一個 它沒有寫這一個 它沒有寫這一個 它後面就寫著 lighting powder ambient lighting powder 這個名字叫做 iridescent light 跟現在 新出 一個偏粉紅的 那個名字呢 是一樣的 偏粉紅的 iridescent 它是 很明顯 是真的粉紅的 叫做glitter 但是它絕對不是光光的 它是有一粒粒的 閃粉 在裡面 比它更淺一點 如果皮膚白的呢 通常都會選這個 riderding那個 這個比較淡粉紅的 剛才隔壁試這個呢 就會比較粉紅 這個就淡粉紅 OK 至於你說 Glitter那些方面 它跟這個也是一樣的 都是 有明顯 很幼細的 閃粉在裡面 加著光 是色澤不同的 另外兩種顏色 如果皮膚白的呢 通常都會選這個 riderding那個 這個比較淡粉紅的 這個比較淡粉紅的 剛才隔壁試這個呢 就會比較粉紅 這個就淡粉紅 OK 至於你畫Glitter那些方面 它跟這個也是一樣的 都是 有明顯 很幼細的 閃粉在裡面 加著光 是色澤不同的 最後啦 我用一隻乾淨一點 小小的實質 這隻真的乾淨 這個算是一個 四者之中 比較深一點的 這個顏色是HIGHLIGHT的 這個顏色 它比較... 嗯... 啡一點 比較... 啡一點 不知道... 看不看到了 比較膚色一點 或者可以這麼說 這樣看呢 我七隻顏色在這裡 嗯... 新出的 Stroop Lighting Powder 其實跟它之前的四隻 會不會有很大分別呢 我會覺得 因為就算是 Ambient Lighting 即是Original版的那隻 這四個 嗯... 它每一個的finish都不一樣 它有些是沒有閃粉的 但是... 很明顯有一些是有閃粉的 就是這個 嗯... 這個會跟它現在伸出 即是Luminous Light 跟它現在伸出的那些呢 會有... 類似的感覺 的 這兩個... 應該這麼說 這兩個的... 閃粉的效果 會比較再淡一點 嗯... 純粹有輕微的珠光感覺 我自己覺得 伸出這三個 你會覺得它是偏... 再閃一點的 上到面呢 其實都覺得的 我自己覺得 但是你說 需不需要你已經擁有 Ambient Light 舊版的那隻 要不需要賣Strope這隻 Strooping這隻呢 它們的分別不是說真的好大 但是你選擇的顏色 必須要符合 不要說符合啦 適合自己的膚色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它伸出這四支粉的時候 會有出這個... POPOP 不是叫POP 這個... 跟Beauty Blender 差不多的感覺 那些...形狀的東西 那個盒捨呢 乾用和濕用都OK的 那要視乎你想要 是否更濕一點 還是更濕一點 下面這裏呢 是我剛才試的... Ambient Light Ting Powder 那我嘗試在上面這裏試一試 OK 都很明顯是 如果上面呢 在一些High Points那裏上呢 很出的 那如果你想要Brand開... 即是Brand鬆開... 它... 濕透一點 那你可以用底下這裏 你可以在一些Edge那裏呢 就推一推 那便沒有了些邊的了 那我自己用呢 用過兩次 都覺得蠻好用 那... 如果你是買這個的話呢 都可以試一下 如果你有預算的話 那因為我們... 都說了High Lighter 那我就拿三隻... 另外的... 其他牌子三隻的High Lighters 就出來 那你可以一次過就對比了 這裡你會見到一個打橫的呢 兩個打直的 第一個打直的 這個是... Claidepore的11號 它也是屬於一個... 挺強的... 珠光感... 重的... 嗯... 會有閃粉的... Claidepore的旁邊 這個呢... 是... 這個... Calvin O' Crown 的 Highlighter 是寫著Candle Light 這個... 不好意思... 爛了一點點 給我弄到... 我們再試一下這個... 打直這個... 它這個呢... 你就不覺得它有閃粉的 但是呢... 就有珠光感... 都很重的... 這個是舊版來的... 是... 新版那個是會得一半... 小小小的... 是因為它那個... Powder... 啊...不是... 它那個... 那個掃... 它沒有了那個掃... 是因為它的掃... 實在... 太... 不好用... 刺麵的... 最後一個呢... 就是打橫的... 這個... 我覺得... 它算是最厲害... 就是 Highlighter來說 它最出的一個 那是什麼牌子呢? The Balm... 阿Merry 它是偏金一點的 那今次的分享呢... 就是這麼多了... 其實我自己也還有一些... Cream的Highlighter 如果你們想看的話... 不妨在下面留言啦 因為這一次是我... 只不過是我第二個的影片 希望你們支持一下... 啊... 支持一下啦... Thank you...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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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子 aa... 是... 周hood fe... ビ алระ…